還會再把它修正 就是再補入那個通案的處理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陳其人寺 其實也是政理長的意見 那他有講到一些房貸的部分 還有人口搬遷 這些部分 然後 其實有關人口搬遷 還有這個什麼 他有講到說什麼 就是建築物主體建築物完成之後的這個 如果建築物以後完成之後 一些保護的這個這個瑕疵的部分 那事實上我們這邊其實回應的是 有關這個建物餐監補償或是人口搬遷這個部分 其實法裡面 我們其實都是相關法律條文 有關建物餐監補償的話 我們都是依照台北市的這個 舉辦公務工程 餐監補償的千萬規定去辦理 那有關貸款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不是我們也特別說明說 有關貸款相關議題 不是我們這個計劃 能夠省一個範疇 然後還有說 這個徵求投資人的部分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強調也說明了 除非用 就是依照我們信息架構優惠辦法的規定 其實案子除非整個用力是一個人 只有單位主義所有權人的話 才可以提出申請 不然我們都是用公開來徵求投資人的 那相關的評選的話 其實後續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辦理這個評選的話 原則上也是會依照我們的一些評選的作業要領個續資 去辦理公開徵求投資人的作業 然後再來 十字一其實也是正理講的一件 那原則上我們應該就是比較前面的答覆一起去辦 那陳青年五是一個陳少純 陳少純先生 他其實講的應該也是有講到容積率的部分 那原則上我們這邊也會比照前面部分去做回答 然後他有講到說 避免應該是有 避免不應該要有 就是說 黑箱作業的這個協議 原則上我們這邊也必須要去補充說明就是說 徵求投資人這個作業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這邊 就是以後後續我們也會引入專家協助進來 這部分會朝就是整個的會去公開通名化來辦理 然後這個 其他例件我們就是同編號二跟四的也是一件 那陳情人這個中紫禁的部分 就是針對R03結3 他其實也是講到容積率的部分 那原則上我們就會再去補充說明 那六之一也是中紫禁 然後陳情人7的部分是 陳疫情也是R03的部分 那有關協議架構的部分 還有人口搬遷 這個我們就還是依照規定來辦理 那同樣的去問到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抽到那個同樣樓層的序位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 針對那個後續延開建築蓋起來之後 那個如果有抽到同樣序位的話 我們會依照我們協議架構 優惠辦法的相關規定去辦理 然後 編號八其實古彥章先生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七層樓建物 古彥章是R04結1 結1的話 結1是古彥章先生 所以我們後來我們是回答他 是同編號11的查譯件 那張呂春婦也是R04結1 太子針對容積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邊還會再一定修正整查譯件 那陳情人10 陳志堯 陳志堯我是希望說是更新後 就是容積率過低 然後希望能夠一瓶換一瓶 我基地是希望說能夠擁有 是否能夠擁有1樓的電面 1樓電面 那如果1樓未來就是說不能分到1樓 有關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跟他回答說 就是我們這邊的回應是說 其實現在這個整個建築物這邊 這個民眾的意見是回復到說 以後臨開建築物蓋起來之後 以後分配的架子部分 那架子這個部分 我們後續其實依照相關協議架構約會辦法 跟這個土地徵眾條例相關的規定 我們其實目前的話 我們回答是依照我們約會辦法的規定去規定來辦理 後續的話如果說 因為那個整個土地徵條例改成釋架之後 相關整個土地的架子部分 我們會依照釋架的部分 再來跟地主這邊做整個用地的協議 那陳情人杜清俊這邊也是陳情書的部分 這個就是R04北側的那個結議用地的陳情意見 五五五地的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其實我們針對這個產權複雜部分 其實我們這邊也是已經有做了一些補充跟說明 那原則上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 其實我們一直是希望能夠整體的 那如果民眾這邊在整合上的時間上是沒辦法配合 可能我們就是還是會朝向就是說 只是先用這個小基地的用地去開發 然後也是針對股廠部分 一樣我們也是做同樣的說明 那陳情人是三個陳美會的部分也是龍基 然後一樓店面部分 就是說希望能夠選擇優先選擇一樓店面 其實這部分其實也是我們一直有在針對這個店面部分 因為畢竟結業設施擺了設施之後 一樓的那個相關的設計做出來之後 會剩餘多少店面的部分 等於這個部分是還沒辦法確定的 可是如果說針對這個一樓選配的部分 我們會原則上盡量就是說 會請以為我們脫政的部分 能盡量多設置店面 讓陳情人這邊 就是說讓這個原來的住戶能分 參加連開的住戶能分回去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所以一樓店面分配原則 原則上我們也是同編號十一 然後陳情人這個缺服陳先生 因為他是 他是針對節一跟節二的部分 他有提到容許利的部分 容許利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有就是有關坪數 坪數分配比例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是有做了一些建議 可能分配比例部分 其實我們這邊其實也是回應的部分 然後其實他一直有希望就是說 懇請我們政府這邊提高分配比例 還有這個部分的訴求 其實分配比例的部分應該是講 其實我們在 無論是在這次的呼應跟座談會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跟陳情人 就是說跟例如說明 有關分配比例的部分 其實後續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採公開徵求投資人的方式去辦理 然後原則上希望這邊是能夠 當然是評選出來 是希望評選出比較好的 好的這個投資人 那比例的部分 原則上政府會在這邊 除了跟福利加單位 還有專家學者的話 我們會替 就是說不論是替民眾把關 也會替我們自己把關 然後這個方面 就替到公平公開跟透明去處理 然後十四之一也是崔先生的意見 十四之二也是 還有十代書的意見 其實他們的幾個意見都有去說到說 希望說容積率提升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再補充說明 那陳前十五是陳美雅小姐這邊 其實她是希望知道說 究竟可以分配到的室內面積屏 跟停車位的部分 原則上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是講到說 整個的部分還是要經過都市設計的審議 容積如果是確定 就是說這次容積如果是度假如果確定 還是要經過實際的設計 還有不設神 才能夠比較確定整個樓地板面積的面積 然後到時候我們才能夠比較底定之後 才能夠詳細的計算 每個參與連開的 藝術可分配的評數 然後編號十六的部分 是賴永章先生也是 講到就是說 一樓付出不夠 用湊簽的方式 其實這個就是跟我們現在 圖開優惠辦法的機制 是一致的 那他有提到說 沒有辦法符合大多數租戶認同的時候 他是反對的 然後 這件三 其實應該是租戶權益還有補償金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有跟他強調說 這個不是在我們主席記的這個能夠討論 就是能夠決定的範疇 那有關耗能源的指標部分也是 那有關補償金的部分也是同樣依照那個 特別是舉辦公文工程的補償的制條 一直面對規定版 曾經人十八的部分 就是希望劍行市場一瓶換一瓶 還有一個車位的這個意見 然後這個其實我們也是有都是同編號第三跟第七 那建物參選部長會也是說說明過了 那原則上是沒有 還有講到說是不是有什麼贊助防務今天跟裝潢防務今天 那我們這邊是跟他們說明是說 這個部分我們是沒有的 那陳情人十八就是收禮合理獎的部分 呃 理獎部分這邊也是有關容距離的部分 我們是同編號三的延期意見去回答 呃 197也是合理獎的部分 那陳情人的部分 呃 編號二十是周耀忠先生 那也是希望說都委會能夠最優惠容距離350 我們都沒有定 還有 建商以最優惠的這個計算租戶的需求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 其實我們是有跟他講說 呃 這個或是三五一地號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周耀忠先生 他應該是屬於這個阿林斯七層樓建物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這邊有跟他講到說 相關的這個原建築樓劑的部分 因為他起來其實我們會再 就是說 這個 我們會最新的這個 我們會再把它修正一下 因為我們等於就是說 所有容距的部分 我們會依照這個 我們今天就是圓榮加上法龍這個 圓榮加零點五被把握這個部分 我們再把握衝進去 所以這個回應一件 我們還要再做一下修正 陳情人二十的部分 然後陳情人二 編號二十一的部分 是呂耀俊先生 那他這邊講說 呃 呃 有關這個 從拆監起補助房租 然後地下 樓下的希望保留店面 這個意見 其實我們前面也都回覆了 所以店面的意見 我們是同那個編號二的聯繫一件 那建物餐廳補償也是一樣 那原則連開這邊是 沒有這個 這個 呃 呃 防務補助的部分 然後編號二十二 嗯 是說評數 呃 不說少評數 然後希望維持原來的作為朝南 那原料這個部分 我們會 會盡量朝這個方向去做 是 我關於編號二三 這也是屬於地下穿越的部分 呃 呃 陳情人是建議說 是不是能夠不要 儘量來 提高容積獎勵的 獎勵的部分 來 來針對穿越部 這個 這個這一點 那我們也已經有說明說 有關於地下穿越段的部分來講 還是要一道建議系統 地下穿越辦法來做 來 來辦理 而且並依照以往都 就要配合作業來講話 我們是一併化為 都市跟 都市跟陰地地區來做 辦理 而且這一次呢 我們的條件呢 比以往還要更好 就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只要被 被穿越的部分來講 他將來是可以 申請地下穿越容積的獎勵 我們在這一次的 一個都家的 一個病案裡面 也特別將這個地方來補輸進去 而且我們也 也告訴他整個 隧道的安全性來講呢 我們也都考慮到這個部分 所以說我們才會要求到說 在隧道段的外延三公尺建築 以後送建到宋城的時候呢 也一定要考慮到這個退縮部分 也就是考慮到說 將來穿越來講以後 從你來講呢 能夠確定這個祝福內 這個土地的權利跟義務 不會受到損害 甚至還有一些補償部分 來做相當的一個回應 那在另外24號陳情呢 是針對地下穿越的部分呢 他也堅決反對 都堅硬的違鬼的部分 來穿越明台下方 他會擔心到說地震會不會下線 會影響到民眾的居住安全的部分 這個我們的回應部分 回應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的相關這個安全性的保護措施 還有還有我們這個 為什麼沒有辦法說 違鬼必須還是要在這個地方 設施除此鬼的理由呢 我們也在這個地方也有陳述 甚至於我們也考慮到說 將車站來做局部的調整 也已經將原來穿越的一個動數 以及面積呢 也大幅的縮小 等於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已經有回應了 再來就是有關於 地下穿越部分來講 都市更新 是不是可以不要有增加 我們剛剛所提到 2000米平方的限制呢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的目的來講 是擔心到說 這個地下容積的獎勵呢 隨機率規模增加地檢的話呢 不需要重量考量 整個都市更新的規模獎獎勵 也同時可以達到鼓勵 核定地下穿越段土地 以及擴大機率規模的效果 所以我們是比照 參照目前的 臺北市的老舊中中低層 住宅來辦理 都是更新擴大協助專案的 一個一個 裡面的規定是要2000米平方 的一個範圍 來做